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分享员少敏 大家好 健康助力官马之音 大家好 据统计啊 现在我们国家有七千多万乙肝病毒的携带者 就是差不多二十个人里面呢 就有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 而且据研究呢 百分之八十的肝癌都是和乙肝有关系的 究竟该如何预防呢 有请我们今天的明医 毛一鸣医生 有请 你好 毛医生 你好 毛医生 大家好 毛一鸣 上海郊庄大学医学院 附属人际医院 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上海市脂肪性肝病诊治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 毛医生 如果我们有效地去预防乙肝 是不是化而言之 也可以预防肝癌呢 对 完全正确 大家可能都知道 肝炎 肝硬化 肝癌 这个是乙肝发展的一个三部区 如果我们很好地去防止了乙肝了以后 那肝癌的风险就会很大的降低 今天我们的毛医生也特别给我们总结了三道防线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道防线是什么 防乙肝 怎么来防范了 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防乙肝的 打疫苗 乙肝疫苗有没有年龄限制 对 我也想到这个 因为很多的疫苗 它是出生的婴儿打是最有效的 或者是未成年人打是最有效 通常你小孩子出生的话 他通常都会打疫苗 那么对我们成年人来说 这要分情况 就是一般的成年人可以不打乙肝疫苗 但是你如果家里面有乙肝的 或者是有乙肝携带的 因为毕竟密切接触 还是建议去打一下乙肝的一个疫苗 因为乙肝的疫苗它不是终生免疫 多长呢 这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其实是并不是一样的 打了疫苗以后到医院里面插个血 如果是表面抗体阳性了 那这个疫苗算打得成功了是不 表面抗体是一个保护性的抗体 所以能够保证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不容易患上乙肝 这是预防肝癌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什么呢 预防肝癌的第二道防线就是防脂肪肝 我觉得脂肪肝应该跟肝癌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好像有一点点也会走到这个那个嘛 别着急啊 咱们先问一下毛医生 这个脂肪肝的发病率是不是特别的高 普通人群当中25%左右的患病率 因为我刚刚上来的时候呢 五位摄影师当中我目测了一下 至少大概有三到四位是有脂肪肝的 急下手 应该是要来找我 有吗 所以说这个发病 你怎么目测的 因为你看他们坐在那儿 这个肚子都非常大 然后相对来说都比较胖 八九不离十 如果真的发现有脂肪肝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一点的就是要改变生活方式 因为到目前为止 脂肪肝的治疗没有灵肝妙药 没有灵肝妙药 那咱们接下来要看一看预防肝癌的第三道防线是什么呢 防黄曲霉素 是的 因为黄曲霉毒素呢 它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 我见过的霉的花生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炒花生 要看一看挑一挑的 马老师我们究竟该如何储存这些坚果谷物呢 比如大米放冰箱是最好 但是可能一般不可能放到冰箱是吧 买的少点 大米不要很大一包 吃几个月不行了 一个月最多了 对 明白了 其实在我们厨房的某些隐秘的角落 也容易产生这个毒素 我们今天一意来揭晓一下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隐秘的角落 食用油 这当中怎么会有黄曲霉毒素呢 因为这个油也是粮食做的 你放的时间长了 然后温度比较高 湿度油比较高的话 时间一长就会发霉 那怎么办呀 这个油没有开封的 因为我刚买了两桶油 用了一桶还有一桶还没开封 我建议如果一个小家庭买挺多的油 第二个呢 觉得有人贪方便 放在这灶台的旁边 炒菜拿起来方便嘛 都应该这样嘛 或者放在灶台的上面随手一拿是吧 我就放在下面 一般柜子肯定是下面的温度肯定比上面的低一点 另外呢就是油腺油一定要放冰箱的 为什么呢 油腺油很容易氧化 哪些油 一个核桶油 核桃油 第二个芝麻油 芝麻油 我们家买的是亚麻籽油 要放冰箱吧 完了 就是你说对 没放 亚麻籽油它很容易氧化 一般如果你在尝诺下放不到一个月 往往就容易氧化了 我没放哪里的 我就放在地上 完了倒在油瓶里 而且我还两桶 因为当时买了送衣 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还有一个月 没给亚麻籽油 你觉得亚麻籽油 那怎么办呢 你看看 过了一个月 看看它的味道是不是有点变化了 对对 那我们的第二个隐秘的角落是什么呢 有请 木制餐具 木制餐具 为什么里面会有这个毒素呢 因为我们知道木制餐具它本来是没有荒曲霉素的 但是你木制餐具用的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有磨损破损 然后你吃了饭或者菜有一些碎的碎屑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的话 就会容易导致荒曲霉素的这个产生 但凡做一下这个情况 一个明显地看到筷子的头磨损了 那么的更换了 第二个看见 你看这个筷子 有那种像霉点一样的是吧 有霉点出现了 黑斑 黑斑出现了 或者它颜色明显变化了 一定要扔掉了 明白了 咱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隐秘的角落是 第三个隐秘的角落是 木耳 木耳 啊 这您跟我们解释解释 木耳你如果抛的时间长发霉的风险就会高了 有的人家我觉得一泡半天也有 对就忙活着忘了 对对对对 这有问题了 一般最好的泡木耳的时间是什么呢 夏天温度比较高一个小时 冬天温度比较低 不要超过三个小时 为什么呢 像木耳这个东西呢 它是食用菌 那么生长的条件带来这种霉菌啊 包子啊 细菌也比较多 那么可能在泡发的时间当中啊 它就会产生一些细菌的污染 一些霉菌的滞长 我问一下 比方说您刚才说的是木耳 那是不是我们的香菇啊 也是规定不能超过两三个小时 我觉得食用菌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白木耳啊 包括这个香菇啊 这些东西呢 就是相同的 木耳不过是一个举个例子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一个肝脏的隐秘杀手 究竟是什么生活习惯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保健品 车胶 我要向他学习了 轻脂 轻肠胃的 葡萄籽 抗衰老的胶原蛋白 补风皮肤 胶原的 哇 哇 哇 它吃这么多 你有没有想过吃这么多 会造成肝损伤呀 肝损伤呀 那么吃保健品究竟伤肝吗 我们总是觉得保健品嘛 就是保护我们的健康啊 怎么会到伤肝这一个地步 我们先问问看两位啊 少敏啊 我会吃 我也会吃 我会吃钙片啊 维C 对 有时候像之前上面的葡萄籽啊 什么我也都吃过 我也吃好多一大把每天 为什么会伤肝呀 保健品引起的肝脏损伤在国外的数据 大概是能够占到 所有的药物引起肝脏损伤的20% 那么在中国我们的调查当中 也是发现有相当比例的肝损伤的病人 是因为吃了保健品引起的 那为什么保健品会伤肝呢 今天我们的毛医生也特别给我们总结了几大原因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大原因 副作用不明确 我都觉得吃保健品不应该有副作用啊 所以这个是认识上的误区 保健品它不是药品 因为我们知道保健品上市和药品的上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果一个药要上市的话 它往往要在人上面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来证明这个药在人上面是安全的 是有效的 这个药才能被我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上市 保健品呢 一般的老百姓呢 认为有保健作用的东西 对吧 吃下去 那么它的范围很广 各种各样 那么其中呢 有可能有保健食品 也有可能呢 本身一些中药材啊 像那个冬送夏朝啊 像这个三七啊 有的人觉得都有保健作用的 但是呢 我们国家呢 就是专对保健食品呢 有一个定义 有个标准 有监管 我们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原料都有一个目录的清单 举个例子 就是冬虫夏朝 一般老百姓它是保健品 但是它不能夹在保健食品当中 像三七 它里面有些成分的就不适于作为保健食品来吃 所以其实保健品和保健食品也是不一样的 不能画等号的 像人参啊 冬虫夏朝啊 三七粉这些都是保健品 但它们不属于保健食品对吧 对对对 很多的保健品 其实它都是源自一些纯天然的食物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安全了 不会有副作用 看上去是纯天然 但是事实上它都是通过一些化学的方法去合成的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讲维生素C 我吃一个番茄维生素C和我吃两片维生素C片 那这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化学合成的维生素C片 一个是我番茄里面它本身就有的一个维生素C 那都是补充维C啊 达到的效果不一样吗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你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找我看 来的时候呢 转眼美已经是800多 然后呢这个病人他有乙肝的病史 因为他乙肝病史很长 转眼美从来不高的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到800多呢 后来跟我说 他是吃了某一个保健品 而且是知名品牌的保健品 那最终这个病人我怎么确诊呢 因为他在下次来找我看的时候呢 他告诉我 他的一个同事和他吃一样的保健品 然后也是转眼美很高 到另外一家医院去了 这个保健品是什么 一定要告诉你 所以这个病人我最终给他确诊是 转眼美800多 不是他乙肝的关系 是吃了保健品 本节目是由光明优备 75度鲜活力 保留180毫克 每升棉球蛋白冠名播出 所以保健品也会导致伤肝的结果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二个原因是 非法添加 保健品当中会有一些 非法添加的元素吗 一些减肥的一些保健品当中 他可能会添加了一些 减肥的一些药 有一些比如说是 控制这个血糖的 对糖尿病有点功效的 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当中 他可能会添加了一些 糖尿病的一些 治疗的一些药物 事实上在保健品当中 是不允许去添加药物成分的 在监管当中也确实有一些 非法的保健食品 它打着保健食品的功耗 比如刚才这个毛医生说的 有一些这个减肥药 特别减肥药 在我们监管当中也发现了 在减肥药当中加一些药物的 减肥的药 那么作用很大 这就是非法添加了 所以保健食品是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 不会有一些非法的添加成分 尤其是一些药物的成分 对吧 如果有药物的成分 它就不属于保健食品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该如何区分 保健品和保健食品呢 真的很容易 如果是规范的保健食品 它肯定有一个特殊的标记 究竟是什么标记呢 就藏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魔方里 大家看一下 马老师讲的特殊的标记 就是这个蓝帽子 我们俗称它为蓝帽子 是不是我只要看到这个蓝帽子 就确定它是相对安全的 是属于保健食品一类的 对 因为蓝帽子就是我们国家的 对保健食品的一个批准文号 那么有监管有标准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有一个疑问了 因为可能电视机前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喜欢通过国外的一些渠道 买在国外的一些保养品 那其实国外是没有蓝帽子 这一说的嘛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别呢 每个国家对它的食品 包括有保健作用的东西的标准和监管都不一样 那么比如说有些减肥的保健食品 可能国外有些国家 它允许加一些减肥的药物成分 但是我们国家是不容许的 所以还是要到规范的正规的渠道 通过海关 那么跟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相吻合 我们国家也对进口的保健食品 进行注册监管的 专门有一类进口保健食品的 我们来看一看第三大原因是超量服用 可能会吃不同种类 像无心也是这样 对 你说像无心这样吃那么多的 这肯定是超量了 一般如果一个正常的人 或者一个健康的人 如果正常饮食的话 一般来说它不会缺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真缺什么东西 我需要去补充 比如说维生素也好 真的身体里面缺 我需要补充的话 那你先得到医院去看 为什么缺维生素 是什么病导致了 我缺这个维生素 或者我缺了这个微量的元素 你一定把这个病因给找出来 那么病因找出来 针对病因治疗以后 然后再去额外地去补充缺乏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 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合理的 毛医生说得很对 它是原则什么呢 就缺什么 补什么 比如保健食品有两大类 一类是维生素 矿物素的 这维生素是一样 那么有些或者缺钙 那么有些钙的 是吧 另外一类呢 有一个特殊的功能的保健食品 比如罪名不大好 那么补充提高一些罪名质量 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的 你乱吃这些保健食品 不起保健作用了 反而有副作用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些保健品当中 有没有一些成分是相互冲突的呢 跟药物的冲突 我举个例子 比如保健食品有一个功能叫辅助降血脂 那么比如说它用红麴类东西 它其实有天然的它丁类的药物 但是你本身又吃一些它丁类的药物 最后呢又要吃保健食品 它有辅助降血脂的 这个呢就是过量了 所以你如果吃药的话 你不要吃这个保健食品了 丰富实用了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过量了就是 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保养品是不是伤肝的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你吃了以后有没有一些症状出来 如果你吃了某一个保健品以后出现了 比如说恶心啊乏力啊 能觉得没力气啊 走走路这个腿觉得酸啊 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 你要当心 你得到医院里去查一个肝功能的检查 看看这个转案没高不高 如果转案没高 那说明已经有肝损伤了 但是呢通常来说 如果是精度的转案没高 有些人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发现的话也是到医院里去 偶尔去查一个肝功能 偶然发现 这个肝功能检查究竟要检查哪些项目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看到了很多转案没 这三个字 大部分老百姓都知道转案没高了 说明肝脏有问题 那有这么多项转案没 究竟哪一项转案没高了 就说明你的肝脏有问题呢 比如说 菇病转案没 菇草转案没 高了以后 通常意味着是有肝脏神伤出现了 那么另外有两个没也是很重要 但是可能会被忽视掉 一个叫做碱性磷酸没 第二个叫做 鼓安仙转太酶 这两个酶如果高的话 通常意味着可能是会有胆子一击 肝脏里面有小的胆管 所以它可能伤的肝脏 不是省伤在肝脏细胞 省伤的可能是胆管的小的细胞 所以会造成这个酶高 也造成胆子一击 无论是哪一项 只要看到有转安眉这三个字 你的数值有变化 就说明你的肝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了 咱们要引起重视了 可能是有损伤了 所以一定要到医院里去查病因 要搞清楚病因 那转安眉一般到达多少的时候 咱们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高到一定的水平 比如说两倍以上或者三倍以上 你应该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查病因了 从我们肝脏病的医生来说 更加关注的有两个指标 其实我们更加关注的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总胆污素 另外一个指标是白蛋白 前面的指标 其他的指标高 只是说明我肝脏有省伤而已 但是我有省伤 我肝脏的功能 还能维持很好的功能 那就OK 没问题 但是一旦总胆污素高 或者白蛋白低的话 那么通常意味着 这个肝脏的省伤 已经导致了肝脏的功能受到影响了 咱们要正确理性地看待保健品 要保护好我们的小心肝 电视机械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名义化养生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谢谢